大家好,歡迎收看3月30日的私基金中午直播 我們是郝德,大家好 先說說私基金最新情況 3月26日,即是上週五 跌了這麼多天,終於向上移動 155.5464,升了一點 那天就是中概股被人狂沽了幾天 所以我知道昨天我有講過 關於阿Bio Hwang的情況 有些朋友都問我,其實我們都有買中概股 其實有沒有影響呢? 我也回答一回答 我覺得事實性雄變 我都說出了一個數字出來跟大家說 好像交代得清楚一點 其實我們是有那些中概股的 不過比例又不高 所以你見到上週五最慘烈的那一天 其實都叫做不是過分地受影響 他被人斬倉那天我們都適升 讓大家不要太過擔心 因為我知道大家都想問一問 因為其實譬如說當中阿Bio Hwang拿了股票 我們都有講過,我們都不怕重複一下 其實我們有,譬如八道、騰訊音樂、維品會 我們都有 不過即使大家如果有跟開我們每一個直播 知道我們的操作 其實我們都甚至乎 少有地也好得就是撈底的 這幾隻股票 不過即使撈底之後 其實說真的加起來都是6%以下 所以整體來說 風險來說都是manageable 我只是這樣說 讓大家了解一下我們的操作和風險管理 大家都是拿著那些股票 不過他拆下來我都會痛的 不過我們就沒有什麼被斬倉的風險 大家放心 CFund也是這樣 大家都是問你Hedge Fund有沒有影響 我們沒有影響的 還有我覺得順便可以講一下 新聞大家看到的那些 我懶得不重複 大家不用看我那些 在這件事上的另外一個 我覺得大家可以啟發到的 就是高手和低手的分別 什麼叫高手呢 就是 昨天就說過 Nomura就要 Promitions要兩個B 暫時不知道會不會有些最新情況 所以Nomura昨天的股價 大家看一下 所以就很慘了 昨天跌了十幾個百分別 大家開始害怕 怕會不會有另一間Burlstern 不過聽眾當中有些朋友是做Nomura的 不過都得罪一下 不過說真的一句 很多次出市都是Nomura的 如果大家記得 早兩年 VIX一抽升 然後又說夾爆了 VIX trade 如果大家記得有一段時間 VIX一直測下去 很多人剪掉 一下夾爆了 如果你記得 應該是100年那次 VIX 一陣子就打爆了 那又是Nomura 我記得 以下 這個是VIX 所以 這些 不好意思 不過我都跟他們過過一些生意 有些真的看你的管理做成怎樣 所以你問我 我覺得 不要放得太大 CES比較特別 因為他以往 其實Credits Space 我自己覺得 Credits Space 當年我們也有跟他聊聊天 看看 Credits Space 昨天都出來說出市 所以股價也跌了下去 但有些朋友問我 是不是這些 跌了下去 很大件事 但我想說 這個就是高手和低手的分別 其實整件事 沽得最狠的兩個是誰 現在大家都知道 真相大法 摩根和高敏 摩根也有些跌2% 高敏 昨晚也是跌少少的 當然他們這些跌 近日整個銀行都文化地 不過你看到高敏 是最狠的 大家星期四、五都知道 全部都是高敏 現在回到西港 就是這兩個大佬 為何摩根、史丹尼和高敏 在Global做prime broker 做得最大 最第一 原因是他出市時 有甚麼事都立即斬了一個客線 自己是沒甚麼損傷的 高敏出來說了 究竟這件事上的高敏自己有沒有事 他說好像沒甚麼事 所以高下立見 不是笑的 只是很多人很擔心 會不會是一個很Systematic Collapse 昨晚我跟大家說過 CDS其實沒有動的 大那些 雖然他們都很重要 但就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朋友就是高敏 摩根、史丹尼 這些比較重要的中樓底柱 其實他們在這件事上就處理好了 所以你說如果單單看回 那個Fund 雖然很大 如果用單一基金 那麼規模 如果只是說 一兩間基金公司出事 其實就很少 令到市場會太過危險 當然如果你中間那些中介人 好像當年 Bertstern 他自己坐太多貨 就會有風險 不過其實說實際上 經過2008年之後 他們很多 風險控制得很重要 因為我自己身處當中 所以我就很明白 其實他們都很麻煩 現在說真的那句 不過重點就是 究竟這件事 我再重新 我覺得 不至於去到很systematic的collapse 第二件事 至於會不會有余波 我覺得余波 只是在於大家 尤其是有部份hash fund 比較進取一些 去買那些相關的股票 其實說實際上也不是那一集 純粹是因為 之前這個煞的valuations 這個浪 其實說實際上也不關 阿彪荒的事 他都是新售旗 不過他可能比較勇猛一點 所以他一煞下來就比較誇張一點 但是 大家燒了錢 一定會撿毀 大家都明白 Motation一定會繼續 所以 搞搞震 Kelvin不停搞部機 搞到我 不知道自己想說什麼 所以大部份份都會撿下自己的倉 所以那些比較投機一些 或者一些所謂的non-coreholding 就會繼續被人訂 比如說你看回昨天 即使有部份那些 相關股票其實已經企運 你看回TME 昨天有說過 因為他就出來說會拜託 會頂得順下 但其實有些其他那些都會散下去 你看到 譬如說 根水學 這些全部都繼續散下去 我覺得這個情況都會 大家會投機性一些的 股票 DQ 你看到 大家很有可無的股票 或者急急覺得要搏那些 全部都被人 然後繼續賣出去 我覺得這些都是正常的股票會做的事 即是你哪些事有錢的會再重新一次 那會有 我覺得這個 如波就會繼續 投機性的股票 大家的股票會剩下一些 這些是很快的,一星期已經做完這件事,現在的資訊都很快 還有碟加的季尾,第二季開始重新打過 所以我覺得暫時,這件事我還未看得很淡 還有我的小度消息,高敏、蓬摩、金山儀那些都已經沽了,剩下CX還在沽 說真的,你星期五不會沽,昨晚怎樣都沽了 你再不沽,那傢伙被人解僱 所以當大家說得最慶幸的事情,其實那件事大活 應該是輕周二抗萬松山那種,已經搞定了 我覺得是,當然大家判斷了,不過我自己覺得 直接消到所有銀行會想,我覺得似乎放得太大 另一個,我覺得很搞笑的,不過我初次都不知道 我同時跟我說,我都拿出來和大家說一下 乾媽剛剛出了一隻新的ETF,有幾隻 大家記得ARKK,ARKG,ARKF等等 現在多了一隻,就叫ARKX,就是大家吹了很久 由之前吹到興呵呵,現在吹到變成冷風 就是ARK Space Explorations and Innovations,ARKX 不過這個也不是重點,因為我沒有幫乾媽買廣告 大家最有趣看的是,這個太空ETF 究竟買些什麼,大家之前一直想,唯一可以想的 我也有說過,有一個Richard Benson的 這個,Vegina Galactic,結果那隻真的做太空船 真的去太空漫遊的股票,只有少少,不夠2%,1.95% 實際上最搞笑的是,這個大家最熟悉的 這個大家最熟悉的,京東JD.com,竟是4.91% 這樣也算了,不誇張 這些我都認識的,波音我們都有,京東健康 竟然成為了這隻… 京東健康,不誇張,很快地說 京東竟然成為了太空漫遊,太空股的ETF 裡面其中一元,但已經說過得淡少,因為說真的 可能是先放著,因為說真的都很細 你不要看左邊的評價這麼高,你看右邊 大家看,你問我,魔鬼在細節,市場價值 買了多少?買了5萬元里金而已 說真的,還有可能這些量會慢慢加上去 不過既然大家說一下,我又趁虛鳳,大家說一下 說回正題,正題就是Yield繼續升,說回市場 Yield繼續升,10年Yield 不過我都說過,其實慢慢市場就沒有那麼跟 其實那是一個觸發點,但其實影響之前放得太大 但事實正在發生,也要留意一下,Yield繼續升 所以大家說,好得,Cover了,PFF是不是 又問我,Cover了一些short沒有? 還沒 但你看到Yield強力升,沒有直接對股票很大影響 但對DXY的影響是有的 雖然你說港股照升班,但至少美金強 其實真的對Imaging Market有影響 這單日半日可能你就不太感覺得到 但它偏強會令到我們,始終資金上高 都會流入去港股,甚至A股都會有些壓力 這個都要留意,不過呢,短線其實就不理 短線大家看看,其實今天港股,A股都厲害 港股昨天,科技股都滑下去,只剩下內銀和內房 那些人的錢又回到科技股,醫藥股 不過醫藥股就因為業縮期,所以大家炒股不炒市 要看那些個別的股票都可以 轉頭,Kelvin也說一下 但如果你看一下,昨天也有問Farmoron可以嗎 Farmoron今天都可以 你看到,似乎加多業績,大家都仍有錢買 這也是一個good signal 最怕是加多業績,人們都不玩 你就更加害怕,錢也還有 有足夠的理由,叫大家推到桌子上 當然Kelvin會跟我說一下,Innofant的101 我見有人說要讚賞一下,他很厲害 我覺得比較明顯,令我有些寄望,A股 好像連續幾天都好一點,連續幾天都好一點 連這些量都逐步企發穩 我希望這個是未來可以救我出身天的其中一個bet 你見太陽機,你見Volume都真的可以升 你見到個別股票都開始,資金回來 都是一個頗好的訊號 但A股是否有些很震撼的消息呢 但就沒有了,但我見到純粹從資金面上高 有這樣的觀察,希望這件事繼續 因為其實A股在2月中到現在,其實都殺得很厲害 所以見底尾,都是大家摸著石頭過河 不過這幾天的明顯,資金開始好回來 始終都是一個好一點的訊號 好了,我不花太多時間,我先交給... 先交給...OK,有人打詞 我先交給Elliott去講一下 1209華潤萬象的業績 OK,謝謝 先講一下這個華人萬象生活的這個最新的業績報告 然後其實可以看到這個,首先先說一下他的那個和Morgan 和Golman的這個比喻,virus的一個比較 先看,可以看他的top line的nice sales其實是基本上是inline的 只比這個Golman的預期要低3% 然後但是他的這個Growth profit,還有他後面的Ebita 還有他的這個Net income,都是bit的這個Golman的一個預期 尤其是他的這個底下這個EPS這個bit比較多 是77%的一個bit 所以說總體來說這個業績是超過Golman census的一個預期 然後我簡單看了一下這個原因主要是他中間的這個環節 他的商業模式,他的中間的一些費用 比如說管理費用 還有他的這個營銷費用 都是有一些下降 他的margin是有一個上升 這個是主要的一個原因 然後其實今年的話 可以看一下他的這個metrics 其實反而是一個inline的一個狀態 就是基本上他的這個合同下的這個GFA的面積 還有他的管理的面積 現在基本上都是inline 然後這個其實但是有一點就是可以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他的這個contract GFA的這個breakdown的時候 可以他其實是有一些超過一些 就是尤其是這個retail和office 這兩個部分其實是有一個超過的 就雖然說整體看的好像超過不多 但其實這個分布其實他的由於他的本身比重比較低 所以說其實他的這個這個其實是一個可以留意的點 就是因為這個華人外向生活他這個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除了他相對於跟他同類的 比如說這個中海物業 還有這個叫還有另外這個叫保利物業 他們比較的話他其實有一個額外的一個收入 就是他的他其實除了住宅物業 他還做一個商業的物業和一個寫字樓的物業 所以說這兩個部分其實他是有一個比較大增長的 這個也就是說明他現在拓展這個商業模式是比較成功的 應該可以說然後這個現在雖然說他沒有 現在只是一個contract的一個狀態 沒有進入到一個實際的管理狀態 但是這個未來的話是有存在一個轉換的空間 所以說也可以說是一個earning driver吧 雖然說實際的影響可能不成的 但是這個想像的空間是有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可以順便說一下這個公司和其他的 這個跟他應該說是同一個類別的 同一個等級的物業管理公司的一個最大區域 就是除了他這個他除了剛才我說的這個住宅以外 住宅寫字樓以外 他還有一個點就是他還做一些叫商業的 商業的operation方面的管理 這個就是他可能類似一些consulting吧 就是這些他旗下的跟他去簽合同的這些公司 他同時會提供一些額外的一個 這個也可以算到也可以說是一個VAS的增值服務 就是這個的話是他的一個特點 雖然說現在的這個同樣這個值現在不是很大 可以看到就是其實這個我剛才說的這一部分 其實就是這一部分 他的這個就是commercial Operational Property Management Service 這個就是這個並不是傳統的物業 這個是就是剛才我說增值服務 這個其他很多跟他同類的物業公司 並沒有這個 這個是他一個獨有的 而且他今年增長 雖然說也是一個slightly miss的Golman Sanchez 但是從他個人來講 從他本身的增長上來講還是可觀的 因為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本身就是在往年的guidance說 這個其實它不是一個 就是它是一個相對於傳統的物業而言 是一個相對新的一個部分的revenue 所以說其實並沒有說是能夠很穩定的增長 但是今天達到這個基本上達到預期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事情 就是說明他新的業務拓展還是蠻不錯的 然後其他的話還有一點說一下 就是他的這個management GFA 雖然說他的增長是比較大 但是可以看一下跟他同等級的這些物業公司來比 他其實也是還是要稍微略低於同業的 比如他現在只能達到中海物業的去年的還沒有達到他的 同時這個跟保利物業比 他其實也是略低於同業的 也就是說他的GFA其實 他管理的物業面積其實相對而言並不是很高 但是他的一個最大的 但他的亮點就是他的這個轉換率 他的這個商業模式比較成功 所以說其實還是說回來 他最大的亮點就是他的這個增長 他的bottom line這個增長確實非常強的 好,謝謝Eddie 市場是否收貨? 昨天已經預先了 因為他在物館也是強勁的 已經是這樣的大市當中 另外一個,大家都很期待 就是順達生物 我交給Calvin 大家好,順達生物昨天出了業績 你見到今天股價都告訴你 其實他應該做得挺好的 業績都OK,大家都接受 其實之前那段時間 101的勢力都比較弱 所以今天業績加得好 他都彈得多 如果看業績的話 其實整體來說 如果你看回他的top line 那他的PD-1藥 應該是比了大家的測試 因為他本身 其實前陣子出了第四季的銷售 已經是22億人民幣 現在就多了差不多1億 所以就比了測試 不過有一點要關注 就是他的BioSimilar 就是這三種 上年下半年批的BioSimilar 這個銷售 比大家預期少了一點 這個情況可能因為他比較遲才 approve 而且他都需要時間去做那些商業化的事情 你見到其實他的公司 其實都是近來才開始有那些發佈會 或者有些活動說 我這個銷售終於嘗試 所以可能今年這個就是大家要關注 究竟他這三隻這麼重磅的BioSimilar 究竟他的銷售情況是怎樣 其實你見到 另外一件要關注 就是他之前說過 他在例來那個 那個之前有一個out license的事件 去年 就很轟動的 他就大概有200mL的美金 是那個ofen payment來的 其實他那個額 都比起預期是多的 所以都帶動了整個整個總收入 就比起券商的預期是高一點 不過你要留意就是這個ofen payment 其實是一個一次性的交易 所以接下來大家都要關注 究竟他產品的銷售是怎樣 然後到下面 大家會看到他的毛利那方面 他的毛利率其實是比起之前是低了 如果你勾回那些一次性的收入 你只看他公司都有給他那個產品的毛利 毛利率是跌了大概49%左右 其中他有說過的原因是因為 他之前是用那些一次性的生物反應器 去做這個生產 你見到下半年 他將那個生產技術 現在去做一些不鏽鋼的生物反應器 那個毛利率是開始增加的 所以接下來他都有提過 現在暫時好像只有PV-1和大藥童 是轉了去那些不鏽鋼 接下來那些蘇立遜 達霸華都會去 所以今年理論上應該在毛利率 會有一個上升的空間 所以整體來說 產品銷售方面應該大致上沒有問題 其中有一個前幾天 可能我們有說過一個新聞 就是第一季銷售的情況 第一季 軍實 軍實好像今天會出業績 他都會提出這些PV-1的銷售情況 所以如果你看到軍實那邊的情況 就可以大概猜到 究竟現在的PV-1的競爭 大概是怎樣 這個就是整體大家要留意的 其實你去到BOTTOM LINE 你看到他如果是經調整的BOTTOM LINE 其實都收窄了差不多10億了 不過其中有一點要留意 就是他其實剛剛二零年的下半年 他那些R&D和銷售的成本都提升了很多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就是因為他其實都請人請得很快 開始增長 本身20年大概是1200 1300的銷售團隊 其實剛剛本地曾經一個 今早的conference call 簡直說銷售團隊已經1600人 僅僅兩三個月 已經再加多400人左右 所以因為他那個產品要做銷售 所以這些成本都會繼續增加 另外就是 如果你看回他那個pipeline 他現在其實都很方便 你上網其實他的IR的網上 會看到其實他都出了PPT 都幾詳盡的 其實已經很多資料都可以找到 他這裡有提過 最關注的東西就是 今年做了些什麼 他星期化了四個產品 跟著 如果要關注那件事 是下一版 應該是 今年會有些什麼匯出呢 第一件事就是 他這個第五個新的產品 不過暫時就是台灣那邊做生血化 今年最關注呢 應該是一些 他那些 PD-1的適應症的批准 有這個 輪臟的肺癌 肝癌 以及 第二線的 二線的 輪臟的肺癌 還有他另外大悠童的肺癌 適應症 所以你看到 其實他這個PIPELINE 今年都比較多 暫時都很多的CATALYST 在今年存在 所以他管理層也有說過 其實今年到夏年 加起來有整十個產品 不是十月產品 即是有十個NDA的批准 會潛在 所以那個動力 暫時是有的 你看到在產能方面 也會看到 本來去年 產能是只有五千星的 現在會加多 今年年底會加到三萬六星 所以整體來說 我覺得 這間公司是順利的 另一個 還有一個多點驚訝 就是他的 那個CATALYST 去到年尾 去年尾 是十二億美金 現在大陸大約是十二億美金 所以都暫時覺得是健康的 那 管理層另外 在CATALYST 也挺特別 因為好像最近 有些傳聞說 那個Chairman 會退休 所以令大家好像很害怕 這個Michael Yu 余德超 他有說過 他都很好人 在call上說 他應該不會走 他都覺得很搞笑 有些人說他剛剛才起步 那間公司這麼快 去退休 另外 他說可能至少做了十年 應該都不太關事 另外他去年也請了一個重磅的人 來做一些研究 就是劉勇軍 十月那時候請的 之前在塞洛菲亞斯 都是一些比較出名的外企 做研發部 他將來都會做一些在海外部署的方面 那 那 今年海外那邊 可能是例來的肺癌症 有機會可以出到 所以 來近22年 那個銷售都會比較多新的東西 可以 所以 整體來說 就是 順暢生物 這個業績 還有 能見到 都會見到很多catalyst 有一個就是 大家可能會擔心 那些Bio-Symna 會不會做 大量採購 我之前都有提過 短期內應該這一年來 都不會發生的 那 這個就是 再看那邊 那邊 有監獄的部署是怎樣 所以 大家可能今天要留意的就是 那個軍績的PT-1 銷售 對 前期的預刊就是這樣 OK 好 又是問你這份東西在哪裏找 這個我現在立即找給你看 其實你打IRINOPEN 就有的 然後你去這個 已經出了 OK 好 時間關係 我們要爭取時間 回答問題 OK 先回到Youtube的留言區 先回答 你們有沒有抽 B站 OK 破法值得買 我們有ADL 好的 可以分析一下日本的美股的業績 可以 如果那隻股票我是有的話 因為我沒有關係的那些 我不花時間 大家知道 嘩 這個問題是多長 C基金的研究會將一些實際出來的數字和一些大行的比較 然後找一下有沒有BIT 想問高曼JPMorgan可信度高嗎 大行又可信度高一點 不過看sector看analyst 每個人覺得股價已經反映了市場預期 大家覺得是好的 當然會偷購買 所以股價永遠反映預期 也是對的 那是否業績比預期更好 那當然了 BIT就會再升 BIT不到就算過 業績交到也不行 如果是這樣 心理的企業 是否應該等到業績稍後再買會比較安全 那也是 不過如果BIT了的話 你的風險就是你用貴一點的價錢買 沒有那麼熟 你可以穩定性高一點 不過價位又不同 另外知道當股價跌到沒有位置 C基金正常情況 就會止蝕是對的 止蝕不止賺 大部份情況都是對的 但如果某些公司信念很強 你建議省會用微笑曲線 還是投策 什麼叫微線曲線 我都不認識 我沒有聽過的同事 沒有人認識 不過有什麼情況下 會向下溝 第一就是賺錢 不怕向下溝 你的貨幣太便宜的話 第二就是向下溝 接非我都不太建議 假設這麼有強烈信心 我又很奇怪 跌之前又沒有買 有這樣的情況 可能跌之前又沒有錢 假設你沒有錢 假設你沒有賣 如果跌下來後 你覺得很棒 你可以賣一下 也可以的 你自己自身的風險不多 反過來 但大部份最不應該做 就是已經成熟了 然後再跌下去 再硬追溝 追溝便宜成本 這個通常都是沒有太好下場 所以你看到我就算破例去做 第一都是對的 你的信念本身很強 因為逆勢而為 你就是注定孤獨 以及定力不夠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很強烈的信念去踏救 再控制風險 最後一隻基金 由Bowland Griffith China Group 就是有字節跳動 可能PIP好吧 正常 他都賣很多這些新經濟股 很多的 很大的 好 他跟我說 他自己本人接受 我想這個Persy Chan 他接受了香港電台採訪 就是 是不是想大家看一下他 OK 不過不認識他的 他是來買廣告 說清楚我不認識他的 大家喜歡看的 這個世界很自由 我沒有所謂 給我面子來買廣告 代表他覺得我這裏多人看 浩德真是很搞笑 好 搭即使的問題 為什麼是手機 好 來回答 我看到PIP 好了 今天Kelvin 每比好的賺 主要有沒有加回101 有 給阿迪 有沒有comment 會不會放棄不再買回 我沒有 我已經放 我現在沒有拿著 給阿迪 那 會不會再買回 我是可以再買回的 我沒有 就算只要蝕的股票 我都會買回的 放心 只要形勢 和值貨率高 我也會做的 昨晚美元強 人民幣大跌 調整只有一些neur 剛才說 因為yield真的可以升 對美元有幫助 可否分析一下 6127 6127 6127是 我們好像沒有說過這支股票 我們現在沒有拿著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拿著 因為我們很多業績都很忙 我們的時間安排 我們有拿著的股票 希望大家明白 好的 8度 加得過嗎 哦 看什麼位置 就是 有兩種風格 就是 認真說 就是你這些 向下跌的時間 就是 這個位置有價錢 但是風險高 現在站穩就可以買當頭起 兩個都可以 我覺得 101沽聲淚 不要緊 沽少少 還有很多 有時候都是沒辦法的 形勢開始變 我有時候都會先動一下 當然 如果不太差 就不用沽了 所以 你問我 我都認真說 那天真的有個新聞 真的說 我們都是有沽少少的 然後就停了 就是這樣 我又不想塑造一個很神級的形象 總之 我覺得是怎樣怎樣怎樣 無論有什麼新聞出來 我都不為所動 我覺得有 我覺得 你能夠求證和不求證的新聞很重要 求證不到 我就假設我是錯的 求證得到的東西 我就才有信心去守 這個都幾複雜的 不過 如果大家 有時候聽聽我對新聞的反應 有些會發覺浩德非常冷淡 有些會發覺浩德非常大動作 但基本原因都是一樣的 我跟大家講 那些傻仔理論 我不能夠肯定自己不是傻仔 我就假設自己是傻仔 請問浩德認為阿彪環那件事完結了嗎 剛才說 還未完結 可能有些分還要收拾倉 請問安達 整體長遠是否比李寧好 長遠會不會做到like 我覺得會的 李寧兩隻都好 兩隻都好 兩隻都好 可否說一下截飛刀 不止食的簡單概念 有些有說過 大部分情況不應該截飛刀 99%都不應該截飛刀 先做好一件事 先做好止食 先去學一下不止食 先做好止食 你學能夠很discipline的止食 你會發覺自然會何時不止食 但不止食的人是不懂得止食 是否有些複雜 另外TM有甚麼策略 就沒有止蝕 做鄉下溝 請問金界有甚麼看法 現在看得保守 所以我現在沒有拿著金 請問新州怎麼看 新金好像影響有限 調整了這麼多 值得買 我沒有 Ada沒有研究過那隻FTCH 這隻是因為有標框 其實是不是唯品匯嗎 Sean有提 我有提 不過沒有買 應該是好機會罵貨 不奇怪 不過我罵那些我比較熟 101點看 8刀有沒有買到十大帽 我真的說多次 我極度不建議罵底 我經常說高難度動作 我當然要控制風險 可能會升到十大帽 但我不會做這件事 歷西而為本身是不對的 但你要賺錢 有時候都是要這樣 但陸功復基日升 龍基有沒有可以追嗎 我有的 之前跌倒又怎怕 我也是 擔心現在追會中伏 我也是 之前在理的貨務有明確 短時可什麼指標 15分鐘RSI 我不看的 15分鐘RSI 不看的 很多接飛都要註碼 要控制好些 對呀我覺得要的 What is CDS 下的人答了 Predit device swap 我先看 最新的 最新的 我先按一下 你看一下 真的爆煲 這是Morgan Stanley的CDS 好像去年爆之前,2月,真的會爆上去 港股可能大家不太懂,但美股有很多要看 真是一個crisis,看長一點,這個沒有,5年 在18年底,美股又跌到,CDS真的會粗 真是大的crisis,2008年這些 所以也不是只看股價,美股就更多看 好像說過,Tesla的CDS也是 我之前有說過,趁有時間說一下,其實沒有時間 今天是星期二,很慘,星期二最忙的人 CDS抽升也是不好,急跌也是好 我經常說,你看一下,因為CDS是一年的 但如果你看Tesla的CDS,18-19年已經開始高位 然後已經開始下跌 然後那些股,證股相害的股市 即是美股大那些,你看CDS也有些領導指 隔壁市 即是人們覺得那間公司不作 之前Kathy Wood和他媽媽買的時候 覺得可以倒閉,不借錢 人們怕它爆煲,所以你要保障你的債券 那些人就給很貴的保險費 即是CDS的保險費 但突然發現Tesla可以,那些人就沒有這麼擔心 所以CDS的違約補費就開始下降 所以有時候也好,這些就是Bond和Equity一起看的好處 好的,你以為現階段是反彈症從十星軌 不敢這麼大聲說 不過我自己的倉位,如果大家有留意 其實我反而是由低位已經加上跌 因為我回到9988,那就不會了 TMEIQ等等,昨晚都是先高低走 好,好得有沒有再接飛都 當然沒有 我想說,你不止蝕的操作和你止蝕的有不同 不過很複雜,有機會說一下 你既然會不止蝕,那你的操作就逆勢而為 那你逆勢而為,你已經選擇了不止蝕 如果你有這麼強信念,你的風險控制,你的資金又容許你又可以加住的話 假設真的這樣的話,你之後會跟你正常會止蝕的操作就會很不同 如果你有撈底,但你又止蝕,這樣也可以 但我覺得撈底不應該止蝕,應該買當頭起 有機會詳細說一下 Tesla為何這麼弱? Edan所有升得多的都是弱的 很多人會問,怎樣分新經濟,怎樣分舊經濟,怎樣分普團不普團 我會說,你看看股價就知道了 去年升爆的那些,今年就沽壓不大 因為第一,是cloud trade 第二,通常去年升得都是生長型,新經濟為主 這期講會,不屬於好弱,少少有,不令我太擔心 很多人有沒有加安答,不是今天,數兩人 如果他們風險控制得這麼好,他們說的是誰呢? 高敏就是客人 很多人不明白,但我昨天好像也解釋過 你看回百度,你看到有1000萬股 其中一個可能就是因為,阿彪康不想自己的分名 出現了在公司的filing上高 很多分會用這種方法 比如說,其實你看到這些credit switch,Morgan Stanley 他後面都有可能是標康來的 即是他用一些delta 1的swap,或者有槓桿的swap 他們做到這件事,Bally Gifford,剛才有朋友問過 都說是一個見到的,高敏這些 他們就代客持股 即是高敏自己買入股 假設這個純粹是300多萬股 可能不是高敏自己的購物,可能是客人的 他可能買了300多萬股 他可能會用一個1to1的swap 公民無所謂的,因為客人要付錢 他會賺了一個fee 有時候可能放大了,有些槓桿的 但如果不是公民,為何股價這麼好 為何賺這麼多錢,靠這些 所以,這個問題是,如果是Banker賺錢 正常情況下,我覺得有些怪的 今次為何可以這樣爆 因為我問過,這麼高的槓桿其實近年都很少 唯一的原因,第一就是他用了multiple prime broker 即是沒有一個single prime broker 可以看完整個portfolio的情況 第二,因為他的名字很大 有Tiger,有這麼多Billion 令到可能你的議價能力高,大家眼睛開閉閉 因為得罪了你,生意影響很大 第三,Ada有說過 他自己有,但可能有其他人是widing on他的idea 他自己是買一股,但他旁邊有三股,沒有人買一股,就變了四股 這個槓桿概念也好,不肯定 我沒有什麼insider,不過我可以嘗試股選一下 下一個問題,SARS好像炒完,長線是否只是投資 雲南八約,昨天成交大跌,有什麼看法 因為出了一個新聞,其中有部份的元素 剛剛國外出了一個指示,但政策就不可以用 對他們可能有些影響 接著問Ada可以開始部署26嗎?沒有 京東健康有沒有加注,算不算不錯 正老,但沒有加注 康芳和177的新聞是否好? 不好意思,我們加快速度 康芳動力大一點,正177比較好 Kelvin說兩句 如果看Valuation,你看到177的Valuation沒有那麼誇張 因為現在有PE 康芳就 聽177管理層說,康芳的PD-1應該要下半年才會出道 或者是年中 所以等多三個月,要買開房 然後有Samuel說,英俊,英俊,我覺得應該讀英俊 英俊,英俊,今天像江星 今天成交也不算很差 今天也有900多億,已經不算太淡 不要用前排的日子,每天都2000日來講 但我最差的只有1400至1500日 今天也不算太差 期指結算有關,那就是期指結算 3號 之後再跌稿 我希望不是 但我覺得沒有一隻石頭的河 但我重申一次,倉位不算太低 大家都問了101,這個PPT剛才教了你 What you think of 9959 IPO? 沒有看,這個是同事在看 但我一般的 跌電子都跌,是不是oversold? 不敢說 我覺得現在幾成倉位過了八成 撈底那些是否會短期吃著糊 可以考慮 19595次後還有 還有 差不多兩年,你投資風格可以用改良版草sir 七字真,現在亦用 有智慧亦要趁勢 是的,我也很喜歡草sir 我發現大家不太了解他 譬如大家以為草sir很喜歡技術分析 但其實我不是這樣說 如果大家研究一下他的文章 他覺得兩者兼備 長期贏錢都是要基本的 技術分析就找那個timing,貼入點 不過是對的 心痛意來今天業績有沒有加倉? 最近有沒有加港維品會? 之前就加入了 如果以百度為來,基金有沒有貨要買貨 你會選擇USH 即是買香港做美國買 不知道 很多假設性問題,我都不想 假設不實際 可能是HQ 我會選擇的 為何DQ走勢這麼差? 今天只有十多隻 有些人沽貨,透行 我自己之前是有的 不過我在課程也要說 這些真的要跌定性好買 大家有得重溫 質素好,不過有些人要沽又沒辦法 所以就... 不過你見到今日的300,又好一點 不過我自己就... 走了 唉... 希望又可以買回來 請務得怎麼看? 澳元健康和合景沒有 我自己再說一次 可以,我都是6098和1209為主 EV市場上高 FW有沒有可能超越Tesla 因為近期outperform? 我覺得沒有 但市場不是只有一間公司的 你看看,你覺得華為沒有什麼outperformApple 我覺得不會 不過華為也有自己的生存空間 Oppo也有自己的生存空間 不一定要outperform你 市場可以很大的 這個世界不是駕駛同一架車的 有不同定位,不同價錢,不同的客戶 其實監管機閣這麼嚴格,為何還要出現這些事? 因為是feminist office 其實都不知道 究竟用什麼setup搞成這樣 可以去到這麼高槓桿 其實正常都不會 我們自己... 現在大部份hash fund 250、230 900真的有點誇張 有沒有看小米的新機構名 Android之光和Android之王 為何會這麼老套? 人家這麼大間公司 這麼多人去做這件事 當然是想過的 最主要是迎合需求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用Android來做手機 會不會有法律的問題 有問題也是小米的問題 我不知道 好,今天繼續回答完 咦,我可不可以問AM那邊有問題? 有問題要回答 請問981檢體 近期幾強 不過暫時我會避開藥一會 我看到AM那邊有人問 OK 已經好了 當其他東西,你以份sir下來,他們守得最好 OK 好,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還想聽我說的話,放心 省下兩點半,我又要去新城 不過 我的同事都幫我看著這個盤 大家實在很害怕 我知道很害怕 很多人是不是太多事做 搞不定的Performance 所以這輪你知不知道 浩德都在推行工作 那些人說浩德這輪不給面 不是啊 這輪我都要答應了的事 我都要繼續做 但是暫時我都要搞好些Performance 但我們這麼支持我們的粉絲 先開心一點 不過anyway 今天如果還想聽浩德說話 我們下週兩點半去聽新城財經台 有我和朱智超 我們明天再見,拜拜